我们讲矩阵的运算,矩阵的一些基本的运算 那我们假设这个 A它是一个M乘上N的matrix 也就是说它是M行N链 那么我们运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不一定在这里 我们说首先是addition是加 两个矩阵它必须的是同样的形 这个才可以相加 它们必须是相同的列数 它们才可以相加 相加是什么呢 我们是那么的怎么加呢 就把对应的 对应那个位置上的元素相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例如说我们2,1,3,1-1,5 那么这是2乘上3的 你要加上一个1,1,0,0,1,2,1,0,1 这必须都是两行三列的才可以相加 它们必须是同样的形式的这个矩阵才可以相加 那么对吧 它们的加法就是把对应元素上的相加 那么就是2加1,3,12,3,1,0,7 那么减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项相减 那么对应元素上的相加相减都可以了 这是加法 第二个是数乘 我们叫 scalar multiplication 我们给一个矩阵乘上一个数 那么就是把每个元素都乘上这个 都乘上这个数 那例如说3倍的2,1,3,1-1,5 那就是等于6,3,9,3-3,15 这是对于矩阵来说 一个跟我们数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我们后面 还有将determinant的时候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是跟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加法 普通的加减法有些区别的地方 那么对于这个加和数乘 其实跟我们 它的运算规则跟我们普通的加减法差不多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们的rules a加上b 再加上c 那么可以写上a 我们先可以把b和c加起来 然后再加a 那么我们写上b 我们可以写成lambdaa加上lambdab lambdaa加上lambdaa 分配率 lambdaa乘上a 这是lambda 我们可以先把a乘上mu 也可以先把a乘上lambda 对数乘这两个可以交换 对数乘来说 这两个可以交换 这没问题 好 这是基本的 这些rules跟我们平常的 这个加减法差不多 但是它是对应的元素 都应该都有运算 那么我们对矩阵的运算 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矩阵的乘法 对矩阵之间的乘法 那么它就有些很特别的规则 例如说首先a如果是m乘上n的话 它有n列 那么b一定是n行才可以相乘 b是n行它可以是其他的列 那么得到的一个矩阵的一个矩阵 那么我们一般的写出来的话 那么c的ig等于什么呢 是a的i行 a的i行 乘上b的 乘上b的 g列 我们关于k求和 这样写出来的话 可能会很晕 不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 这是cig 我们也就是c cig 这表示用元素表示的一个矩阵 这是大写的c 所以a的i行乘上b的g列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用矩阵来 我们可以用矩阵来说明 a如果是等于231-5 b等于4-3-6 1-2-3 那么ab等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231-5 乘上4-3-6 1-2-3 我们要注意 它是怎么乘法 我们是用前面这个数字的行 乘上后面这个数字 然后前面这个矩阵的行 乘上后面这个矩阵的列 乘出来是前面这个的行标 后面这个列标 那么这是第一行乘第一列 所以是第一行第一列 这个所在的位置 那么怎么乘呢 就是2乘上4 相当于2乘上4加上3乘上1 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行的第几个数字 第一行的几个数字 乘上它的第一 这列的第几个数字 然后把它所有的加起来 那么这是第一行第一列 那么第一行第二列 就是2乘上3加上3乘上-2 然后第一行第三列 就是2乘上6加上3乘上3 用前面的这个矩阵的行 乘上后面矩阵的列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要求是前面这个矩阵的列数 要等于后面这个矩阵的行数 因为它的列数要等于它的行数 那么我们才可以这样子乘 好 1乘上4加上-5乘上1 这是1乘上3加上-5乘上-2 这是1乘上6加上-5乘上3 好 这是我们矩阵的乘法 那么乘出来的结果 8加3是11 6减6是0 12加9是21 4减5是1 3加10是3 这是6减15是9 这是我们的矩阵的乘法 好 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那我们就不用写的那么写的那么辛苦 如果A等于 负1 2 5 4 2 3 B等于 3 这是负2 负2 负2 1 那么AB等于什么呢 我们是负1 2 5 4 2 负3 那么乘上3 负2 负2 1 我们可以看 A是 三行两列 B是两行两列 所以我们求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三行两列的一个矩阵 前面这个的行啊 后面这个列 那么我们按照刚才的算法 第一行乘上第一列就是负3减4是负7 这是第一行第一列 2 加2 是4 3 5 15 减8 是7 负10 加4 负6 6 加6 12 负4 减3 负7 这是矩阵的乘法 用第一个矩阵的行乘上第二个矩阵的列 那么他们的位置是行标和行的位置和列的位置 在新的这个矩阵里面 那我们所要注意的 一般的情况下 AB不等于BA A 这是一般情况下 甚至于AB AB有意义 BA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说我们第一个立体和第二个立体都是这样子 AB不等于AB有意义 BA没有意义 AB要注意它的乘法的规则一定是第一个矩阵的行而列等于第二个矩阵的行 这样他们才能相乘 至于第一个矩阵的行第二个矩阵的列是多少 那么我们可以不在乎 这是必须的满足的规则 它必须能相乘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规则 那它对乘法它有些 有些 规则 有些这个计算的 计算运算法则 A B C 我们可以写成AB 再乘上C 当然要是他们能够相乘的情况下 AB加C 是等于AB加上AC 我们可以写AB加AC不能写成BA加CA 你要乘在左边的就一直在左边 它不能写到右边去 当然B加C再乘上A 我们就可以写成BA加CA 我们不能写AB加AC 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给它乘上一个数 RAB Lambda 我们可以写成是Lambda A再乘上B 也可以写成A乘上Lambda B 数乘 数乘我们可以 可以 无所谓它的顺序 没有顺序的这个要求 但是对于矩阵的本身的惩罚 我们是必须的要注意的 这是矩阵的惩罚 是我们尤其要注意的 好 矩阵的转置 我们说是AT 我们把它叫做转置 如果A 它是AIG 那么它的T是AGI 就是把行写成列 把列写成行 就是行列交换 这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 如果A是等于 我们随便找一个 我们随便找一个 A等于 2-5 0 -1 3-4 -3 Fu3-0 9 那么AT 是把行和列交换 那么把行写成列 这是第一行变成第一列 第二行变成第二列 第三行变成第三列 这是transpose 或者叫矩阵的转置 这是我们矩阵的基本运算 矩阵的基本运算 那我们特别要熟悉一点 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我们惩罚 矩阵的惩罚 矩阵的惩罚不满足交换率 我们要注意到 不满足交换率 即使是AB和BA 都有意义的情况下 它们也一般的情况下 是不相等的 这里我就没举例了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相关的例题 可以练习一下 最后我们再说两句 这个关于矩阵的转置 它的一个运算规律 这个也是很特别 跟我们很多地方 有些不一样 有些地方 有很多地方是要特别注意的 哪些呢 我们转置 再转置 等于它自己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先行列交换 我们就再交换一次就回来了 A加上B的转置 那么等于A的转置 加上B的转置 那第三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A乘上B的转置 它等于B的转置 乘上A的转置 就是转乘法的话 我们要交换一下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至于数乘 我们不影响 我们 这个是对数乘来说 它会不影响 但是对于乘法要尤其要注意 这个在后面 我们讲到逆矩阵的时候 逆矩阵有一个类似的限制 就是说你乘法的逆矩阵 A乘上B的逆矩阵 等于B的逆矩阵 乘上A的逆矩阵 这是我们后面 对跟这个转置 类似的一个限制 也购以一样 那么特别 熟你要 有通话 我们��讲